巨大的红圈中 占了七个人 而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 就会拿到50万美金 游戏规则很简单 碰到红线就算淘汰了 谁能在圈内待到最后 就能把奖金带回家 每隔一段时间 土豪哥就会发起一些挑战 没有完成挑战的 就会被淘汰 这位小哥竟然裸辞了 准备在这个圈里坚持半个月 而卷毛则认为自己最多能坚持三天 看来为了赢得奖金 大伙都很疯狂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能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挑战刚开始 土豪哥给他们准备了投篮挑战 选手们要站在红线处投篮 若是没投中就会被淘汰 如花首先开始投篮 成功投中 接下来的几人都很顺利 轮到这个黄衣服的美女 她表示自己在高中时期 就是学校女男的主力 这对我一点难度都没有 对此 土豪哥对她十分期待 没想到下一秒就打脸了 土豪哥直接笑出了猪叫 这技术也太不咋地了 黄衣服美女没有投中 所以她要接受土豪哥的惩罚 直接变成一个调色盘 之后 土豪哥又找来一个按钮木板 上面有50个按钮 其中一个能免除挑战 剩下49个都是惩罚 究竟谁才是那个幸运呢 卷毛第一个开始挑战 她按下紫色按钮 结果得到喝辣酱的惩罚 因此 卷毛很干脆就喝掉了一杯超级辣酱 辣得脸部扭曲了 接下来轮到小黄了 结果得到血上1000便我是傻瓜 这波人参攻击也太狠了吧 紧接着小蓝得到要穿公主裙的惩罚 而如花则要背起180斤的男生原地转圈圈的惩罚 如花轻松背起卷毛 来回转圈圈 此刻 小蓝变完装回来 大叔扮成公主的样子 估计是亲妈都认不出来 再看小黄 才写到100多遍 距离目标还有一大截了 很快 几人商量着要反击 搓搓土豪哥的气焰 联合被淘汰的黄衣服美女 让对方准备许多的水球 就等着一雪前耻的时机了 土豪哥对此毫不知情 还在美滋滋地吃起了披萨 没意识到自己好日子即将到头了 很快 土豪哥从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立即出去查看 结果被大火的水球精准打击 直接变成了落汤鸡 看完之后 不禁要劝一下土豪哥以后做人善良点吧 这边的小黄 终于完成了上一轮的挑战 写了一千遍的剧 感觉手都要断了 小黄表示自己终好都没有这么能力 之后 土豪哥又发起挑战 要在15秒内将箱子里的乒乓球全部扔出去 就能得到一千美金的奖励 但如果挑战失败就会被淘汰 你觉得会有人挑战成功吗 小蓝听到丰厚的奖金 申请挑战 刚开始的速度就特别快 一起一落 乒乓球掉落了很多 最后一秒内小蓝刚好完成挑战 所以 他也赢得了一千美金 为了干扰挑战者的注意力 土豪哥就让他们玩投篮 很快就有人犯规 踩到了红线 因此小红被淘汰出去 土豪哥又让他们站立在凹凸不平的积木上面 不一会儿 黄衣服的小哥就坚持不下去 主动放弃挑战 此时 还剩下四个人 土豪哥随即又拿来一台游戏机作为奖品 表示只要双脚不着地从绳子上过去 就能得到这台游戏机 如花申请出战 他倒挂在绳子上向前移动 很快就碰到了游戏机 不料下一秒双脚落地了 直接失去比赛资格 还好他为自己赢得了一部游戏机 接下来只剩下三个人 下一轮土豪要求他们和小神来个亲密进出 黄衣服小哥顿时被吓扑了 直接放弃挑战 最后的卷毛和小兰挑战干脚战力 谁站到最后的人就获胜 挑战刚开始 小兰就各种晃动 难道是因为公主群穿在身上太重的缘故吗 很快 他就失去了平衡掉下凳子 因此卷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想看更多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